大家好我是Leo 又回到搬木的時間 感覺上我以為自己搬了很久的木 但回看時間 原來只是搬了三天 就完成了這個游泳池的外框了 不過當我剪這集的時候 才發現好像很多東西錯過了 沒有告訴大家 就好像上一集一開始的時候 鋪的這條underliner 為什麼要鋪一條這樣的東西 在游泳池底裡呢? 因為泥土裡面有機會有很多有機物質 當這些有機物質腐發的時候 有機會就會產生甲苑 就是methane 如果沒有位置走的時候 它自然就會向上升 那就好像這幅圖一樣 整個liner的其中一塊 升了上水面 那到時就大嶺落了 又或者地下水位很高 當下了一場大雨 附近的泥土飽和了的時候 這個游泳池就好像個井一樣 有水在下面滲上來了 那到時候那個liner有機會又會升天了 所以這條underliner就可以避免這個情況 在池的旁邊給機會 那些氣體和水走出去 另外呢 就是我找得回公司之前傳出來的設計圖 大家看一下這一張圖 就是用這個方法看到泳池 是設定在哪一個位置 由屋的角落頭對出來 是68呎8吋 然後打橫就是47呎6吋 再用一個斜邊來量度64呎 那就設定了一開始最初的定位了 然後再根據同兩邊的距離 就可以設定整個游泳池的frame 還有其他部份的定位了 然後再用那支刺一下刺一下 還有一個Laser 就知道要刮多深了 來到這裡就起到第六層了 還有一層就搞定了 而我除了又要重新一次 那些木真的好難重之外 這個project的複雜程度 都是非一般的 即是和平時鋪一下interlock 鋪一下driveway 起一下deck 是完全兩回事來的 可能你會問有多難啊 都是掘個洞 丟點水下去而已 難就難在 怎樣那些水可以留在坑裡 同時又不會變成一潭死水 生了菌生了藻類而已 所以一個有效的供水系統 就很重要了 同時又要顧及分解 淨化和過濾 平時在公園見到的水池 通常都會有這三樣東西 而且更加會落重這個化學物質 讓它沒有那麼容易滋生細菌 但如果一個泳停了 水不再動 慢慢就會沒有什麼氧氣 開始裡面的細菌 就會跟有機物質發酵 慢慢就變成了一潭死水 還是很臭 這個情形也都好像你堆在後院的廚餘一樣 如果你沒有適時攪開它 沒有空氣進去 就在一個無氧的情況之下發酵 就會變得很臭 但相反之下 如果你定時攪開它 變得有很多氧氣 讓它有另一隻細菌發酵 在一個有氧的情況之下 其實一點都不臭 還很fresh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看一下 這個游泳池的複雜供水和過濾系統 先看一下這幅圖 這個就是游泳池 過濾池 過濾池 分解池 和水管的layout 最中間那個自然就是我們的游泳池 現在游泳池上面那個就是植物的過濾池 現在是完全看不到的 因為是沒有掘下去的 這個水池其實是一個瀑布 即是比我們游泳池高了一呎 那就有一個瀑布的效果 而同時這個池也會種滿了水生的植物 這樣就可以幫助分解水裡的淡了 而在游泳池的左下角 即是近我們鏡頭的這個角落 它就是一個intake bay 其實是跟游泳池的schemer是一樣功用的 即是用來隔了那些浮在水上面的東西 即是好像樹葉呀 昆蟲呀 很快我們就會看到 因為起完游泳池的frame 下一步就是起這個intake bay 而在intake bay旁邊那個就是一個wood chip filter 也都是一個地方讓微生物和細菌 可以將淡轉化成淡氣 這樣就可以盡量避免水組會有爆發 污染了整個泳池 然後就是這幅圖的左下角 就是pump house 用水管把這幾個池連接 然後再連接出水位 就完成了整個供水系統 之後做到再講應該會清楚很多 現在靠想像都真的有點難明白 而去到這裏 第七層都準備搞定了 有沒有發覺有一個人在今天特別顯眼呢 雖然是七月 但有些日子都是要穿上一件衣服才覺得沒那麼冷 而且在戶外地區 有時那些風真的噴噴聲吹過來 加上下原雨就真的挺冷 之後還有一天 在這個地區附近 大概在5至10km左右 有一個龍捲風吹sy 吹了剛剛叮噴 making 天文台還發出了一個緊密警告 叫人快点回到屋内避烂 之后看回新闻 很多屋顶都被这个龙卷风吹倒了 但幸好这个西除了大风之外 就完全没事 终于到完成第七层 在这个时候你见我将一些Liner 接回进去 就是准备下一个步骤了 而同一时间 当转木组和砰钉组 完成了这个游泳池外框的巩固工程之后 它们就开始在框转洞 做出水位 令到游泳池里面不会有一个地方 水会停留 那就没那么容易滋生蚊虫了 同时将所有水推回到schema里 就可以隔走有机物质了 因为角落准备要开始挖坑 所以就转了一转角度 而在这里你见到我同时 继续在转洞 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就像这样 连接水管 去连接到schema里 和泵里 而在这个时候 我和其他同事 就将一些很大粒的River Rock 放在游泳池外框的外面 用来逼迫外框 让它们不要移位 虽然外框它们本身自己已经很重 但是你就要做多一步 减少了整个工程的ERROR 因为所有东西都是环环双扣 游泳池也是连接着瀑布 因为一不觉意出现了什么问题 你真是不想起好之后才发生 这里开始就终于要挖个intake blade 你见到好像挖完又放一些泥下去 是因为要起两边 做回兜的形状 同时也会用了Laser和那支东西 去量度我们设计里面所需要的高度 放了一些泥下去之后 就会用脚不断踏实它 让底部和两边都可以维持它应该要有的形状 如果不是 就有机会可能在下了几场大雨之后 就会散开了 为了确保这个intake blade 和我们设计图里面的一样 就要再用两把尺来量度 那个位置 而在这个时刻 又发生了一些 真是很难预计的问题 就是在转着那个洞的时候 之前凹钉组凹下的钉 刚刚就在正的洞位 那怎么办 没有的 唯有用把钵钵去走 不过这些突发东西都常常出现 真是不能一一尽绿 因为实在太多了 而你刚刚又见到 那个intake blade已经挖成一个怎么样的样子 但这个位置就有点小 放不下草水箱和泵箱 所以又要用人手挖开 调整个位置 在这里先开估上一集的猜迷游戏 上一集问那块防水箭究竟要多少钱呢 但其实我不好意思的 因为我没有告诉大家 看看它实际上的尺寸 这块防水箭是100尺乘50尺 即是差不多是15米乘30米 是可以买到的最大尺寸 一块这样的东西是需要7000块钱 年税 是比木更贵的 真是怎么猜都猜不中 不过都是那句 一用就用很久 你说我知道值不值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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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石子倒在草水箱上 就是這樣 而其他周邊都放滿River Rock 鞏固位置 距離完成又近了一大步 四邊看完就是這樣 之後再安裝那條黑色的水管 就是這樣 下完雨之後那天又陽光普照 現在就準備那個位置 去安裝一塊跳水板 應該叫跳水石 先把跳水石墊高 前面用木墊高 後面用碎石 同時又要量度對的高度 真是技巧功夫 而大家看不見到跳水石的對角位 多了一點點 又是因為GoPro沒有電 所以昨天拍不到 這一行石其實就是用Armorstone 做的一排提霸 就是用來擋住River Rock 讓它不要掉外 而之後也有其他石 放在游泳池的旁邊擋住River Rock 而擺石之前通常都會再放一塊Landscape Fabric 讓石不要有機會跌穿那塊火龍水箭 其實現在自己在想 好像學會了怎麼建這個游泳池的原理之後 就可以試試種一下水生植物 即是好像水草一樣 那當然這個游泳池的生態系統是比較複雜一點 相對起好像種水草來講 好像只是需要提供二氧化碳 又不是很需要提供太多氧氣 那好像就簡單一點 看看遲些什麼時候試不行 可以試做一個這樣的Aquarium 小小的 可以就這樣放在房間或者廳裡 用燈照著 又好像很漂亮 終於看到一塊跳水石了 沒有記錯 應該就是一塊兩至三寸厚的Flag Stone Flag Stone 這一種石 經常都出現在我們Landscape裡面 它通常都是一些很平滑的沉積鴨 有很多Layers 黏著 但有時候又因為這樣的結構 層與層之間又很容易分離 但不要以為Flag Stone 它的Flag就是Flat的Flat 其實它是FLAG的Flag Stone 應該是由以前北歐的字演化過來的 解就是解一塊板 所以通常它都會用來做行人路 或者Patio 或者Fans 以前的人甚至用來做屋頂 做完Flag Stone的跳水板之後 就用一條水管連接一個Underliner 讓它可以去到遠一點 就算有水在地上吸了出來 都不會停留在這個位置 但是角度真的不太能拍到 不過看不到那部分 只不過是挖坑 把那條水管放在地上 然後看到有兩條水管已經放在這裡 但今天應該還沒有去接駁的 即是預好位置和長度 之後接駁就很容易了 而後面我們在做的 就是逐漸把 放在車路的石 逐漸逐漸拿過來 這樣就放在跳水石右邊的泳池邊 用來鞏固那邊的斜坡 而除此之外 我們在做那個邊的位置 也放滿一些River Rocks 因為那個邊都是會放在一行Armorstone 從而做了一個瀑布出來 那些水就會從上面流下來 不過你現在看到的是 將跳水石下面的空位塞滿它 盡量讓它不會移位 而老闆和科文 就在右邊 研究如何好好安裝Woodchip Filter 我記得之後好像拿了五噸Woodchip 大概塞滿了整輛貨車 而拿Woodchip的位置和這個篩 都有一段距離 所以很順勢就一定要駕駛HIGHWAY 那問題就來了 當貨車上了HIGHWAY之後 那些輕飄飄的Woodchip就不停飛了 當然我也有用的TAP 蓋好整輛貨車 但照樣有很多Woodchip 都在一些洞裡飛出來 即是已經不是駕駛得很快 都是正常100 但在到後鏡看到Woodchip 不停飛出來的時候 我的心真的有點離一離 我不知道會打到後面的車會怎樣 還是我的Woodchip會飛走了 最後就唯有在路邊 不停踩緊Woodchip 讓它沒那麼容易飛走 回到西方 幸好還有很多Woodchip 不過現在看這個工程 其實實話都還沒有一撇 起碼要全部工程搞定好 才放Woodchip進去 而你現在看到的就是 正在準備泳池邊的幾塊大石 用Riverrock 做好底層 然後用再小一點的HPB 去做正確的高度 然後就可以再放石 大家看到這個刮泥機 其實這個刮泥機還有一個功用 就是可以夾住石 就算石太大夾不到 我們也可以用鎖鏈 捆住石 然後用刮泥機的臂 再放在我們所需要的位置上 這集可能不是怎麼看到 但下一集就看到我們怎麼去玩石 所以還沒訂閱 就快點訂閱 讚好 分享我的影片 有什麼問題可以留言問我 還有半分鐘可以看片尾的彩蛋 我是Kulapika 我們下集用鎖鏈玩石 是兵蛋 你們在一起 就算了 那麼有錢 有背景 這竟是 他們鍵手 也沒有 那個星寶 你是在最 tabii 才會 手機 可靠 可以 再次,再次 OK,OK